当地时间4月2号 以智能网联于四为胜为主题的 2019互联网月录峰会在长沙开幕 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在峰会上表示 全球技术创新逐步进入中国时间 据了解 互联网月录峰会自2014年举办以来 到2019年已经是第六届 五年时间移动互联网产业快速成为湖南的新名片 东有乌镇 春有月录 已成中国互联网业界佳话 在当天峰会的高峰论坛上 李彦宏表示 大多数人在提到智能网联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是汽车 但智能网联不仅仅是汽车工业 它应该覆盖方方面面 代表着全社会大的趋势 因此智能网联在很多领域 都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 李彦宏说 过去20年 中国人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在不断提升 很多人都认为 手机就像自己身体一部分 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但是他有一个判断 未来20年 人们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 会逐步下降 未来20年 人们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 会是逐步下降 原因是因为智能 是因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这个时代到来 会使得我们周边的环境 逐步的布满各种这样的传感器 而这些个传感器呢 能够更方便地响应 人的需求 李彦宏认为 不管是生活还是生产 每个行业在智能化这条路上 都有非常大的潜力 机器会越来越懂得人的需求 越来越好的满足人的需求 如果说过去20年 中国互联网改变了消费 那么未来20年到50年 人工智能会改变功极 李彦宏说 实体经济转型 升级创新驱动 很大程度上 未来要靠人工智能 今天的中国 奉行先行先事 感为天下先 很多过去在世界其他地方 碰不到的困难 中国会先碰到 在其他地方没有的场景 在中国会有 在其他地方没有解决过的问题 中国有机会首先去解决 而首先解决问题就是创新 所以他认为 世界的创新 世界的技术发展 逐步会进入中国时间